我身后就是安阳曹操的高陵 曹操出生于泊州 发迹于许昌 曹魏后友建队于洛阳 为什么曹操偏偏安葬于安阳呢 这里到底是不是曹操的长眠地 全国重点温饱单位 这就是曹操地宫的入口了 现在被完全的封堵住了 上个世纪90年代 就陆续在此地发现一些 类似于高陵的石垢墙 一直到本世纪初零几年的时候 由于该墓实在是被盗严重 多次被人洗劫 后来上报有关部门 因为我们国家不主动发掘古墓 经过抢救性发掘 专家一致认定 该墓就是消失了一千多年的曹操高陵 原来曹操就在河南境内 躺了一千多年 直到一千八百多年以后 我们才发现它 这就是当年考古发掘的剪影 网上流传曹操高陵地宫里 发现了曹操小时候的脱盖骨 那都是谣传 就是在这里发现了一个中年男人的头颅 这个墓是曹卫时期剪造墓的典型 与开创者 所以出土的文物并不多 也没有墓之名 不过 这些赔赃品里面有很多石牌 石牌上赫然刻着 魏武王常所用隔壶大吉 魏武王是谁 您猜 还有这一方石枕 您看 磨损多严重 曹操在历史上根据史书记载 可是有严重的头疼病的 难道它就是曹操当年使用过的吗 在这附近还发现了卢浅的墓制 您来看 就是这一块小小的墓制 却交代了卢浅墓 与魏武王曹操墓相对的距离 综合研判 西高写尊发现的这座大墓 就是曹操的高龄 给曹操准备了一盒止疼药 曹工头疼多年 尝一尝二十一世纪的新科技